針對說在昨天的時候 那死亡數有下降 那但是到底能不能樂觀說 最近死亡數是不是有能夠 有下降 整體下降的趨勢 我認為要有點保留 因為事實上在政府每天報死亡數的時候 那我們在專責病房工作的 就手上也會有正在病危的病人 那我自己的經驗 大概收了12床的時候 到後來就說有五床就會轉為重症這樣子 所以到底總量死亡數大概是有多少 我們大概心裡都有數 因為大部分在那個時候的 那些病人的發病日 都是5月15到5月17 那後面可能會有更多量的病人 他們發病日都有各式各樣不同的分佈 所以我覺得說死亡數後面會呈現怎麼樣的變化 那我們這個時候都很難講 我認為還是有機會會上升的 那我們不能夠從單次一天 他所呈現的數量 就能斷定說他會有下降的趨勢這樣子 你會不會想到你 那樣子 你會不會想到你 我會想到你